自去年的7月20日 立法院修正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规则后 有条件的农牧用地及林业用地 容许使用设置微型露营相关设施 交通部也在同一天修正公告 露营场管理要点 已立露营活动及场域管理 能在规范条件下执行 近期政府更成立中央机关联合督导小组 在今年5月6月到新竹及苗栗 督导地方政府推动露营场合法化 但业者就表示 合法化成续集文件相当繁琐 原相难推占 原住民大部分在山藏从事明朝 大概有百分之 70都是老人家 那百分之二三十 他会就是有念过一点书的 那些东西你要绘图 然后你还要去计算 虽然它里面的文字都已经弄好 只是把人字是低误修正下 可是很多人都不会操作电脑 在113年 我们也编了5000万元 要协助各个地方政府来针对 辅导非法营区的一些相关的作业备用 人力备用 还有一些机查的需要的一些车辆的補助的款项 根据交通部观光局近日统计 目前全台违法露营场有1632家 违法露营场三大县 包含南头县 苗栗县以及新竹县 其中原乡有六成属于违法 而未在环境敏感区中的有65处 但原乡地区的露营场多在非都市土地的农牧用地及林林用地上 业者表示露营场管理要点法律位阶太低 是让原乡露营场合法化至今至爱难行的问题之一 他的法律的位阶没有那么高啊 政府也不可能违法去做吧 像建筑法像条例 像这些东西都是比这个要点还高的 他当然要按照去走啊 法令刚刚修订公告 那接着我们的露营管理要点也修订公告了 那如果说这一年起 我们都还没有在正式的做出什么成效 就立刻去做修法的动作也不太可行 对此林修财表示 基于尊重土地主管机关的立场 交通部观光局除了尽力辅导地方政府外 虽然针对违法业者目前并不会强制进行裁罚 但仍期盼业者能按照法令程序申请合法 莫在观望 原信文总大使物流苗里台湾台北市采访报导